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彩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深度抛西打开视野 我们在YouTube的订阅人数 马上就要做酒忘食了 恳请吴四海兄弟姐妹们 大家来冲一波 一起订阅按赞分享 拜托了 来这个礼拜 香港夜未眠 换公务人员上街反送中 场面很壮观 另外美洲贸易战 川普又喊要加税 这回来真的吗 台湾货轮跟大陆的军舰 在金门擦撞 研判是最新款式的登陆件 包括了地点时间都敏感 而大陆方面是极度的低调 案情单纯吗 还有日本韩国翻脸 安倍捡到枪 文在寅等着被枪打吗 看来老美这位想要当何事佬 却被碰了一笔子的灰 剧情会如何发展 我们带您继续看下去 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民进党立委 郭正亮教授 以及资深媒体人 陈凤馨 大家好 感谢代班 还有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 川普是不是又是狼来了呢 这回日期定了 说9月1号 对于大陆进口的商品3000亿 这最后一波 要再次的加税 10% 请问三位来宾 我们就先来个圈叉好了 看一下您觉得 讲了具体的时间 也讲了内容 其实这也不是新闻的 之前喊了好多次 这一回您认为 真的9月1号会加税吗 Yes or no 只有三位意见完全分歧 全部没有他好招 所以说的都不一样 我原来说你认为不会啊 原因是什么 因为如果要实施 那不用拖到9月1号了 那显然他是为了9月的第二次到美国谈判 来极限施压 因为9月换到美国去了 对对对 那因为川普过去 坦白讲他这个3000 353250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都没有办法实施嘛 因为 基本上美国还是可以启动一个程序 就是说企业可以来做听证 那基本上95%以上的企业都是反对的 而且现在retail四大零售 全都反过嘛 阿巴掌全都快封了 那比如说美国也在同一天刚好降息嘛 那降息也隐含着 对未来的经济趋缓 自己怕怕的 那你有办法再搞这件事吗 你认为川普依旧是狼来了 不因为他一直没有兑现嘛 而且3250你只要加 而且他只有10% 他上次讲25% 对啊 所以也是警觉到25%可能不可收拾 那10%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他认为这个恐怕谈判还会在拉长 那想要让中国兑现更多购买农产品 我觉得还是一种施压的姿态 我想请教一下委员 你看如果说川普一直是把关税当作是一个武器 那对大陆这方面来讲的话 他3000亿已经是 最后一道武器了 那你最后一道武器都现在就亮底牌 是否透露着川普他心里面其实 比所有人都急啊 不因为他的时间快到了 他的时间快到了 因为我在这节目我一直讲过说 明年2月那个就进入大选的氛围 是是 那他希望在这之前能够有一些成果 那当然他现在最急得直接了当就是 你农产品怎么可以买那么少呢 那协议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大预期 丰金姐刚才摁得很大声 而且你也讲说他是一定要真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策略 也是一个手段 但他没有下台阶 现在没有办法找到下台阶给他下台 川普不在乎下台阶了 他随时要变就变才不变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在于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全面性的强硬态度了 其实我觉得从今年5月 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在这之前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态度还是 尽可能希望能够达成协议 然后尽可能的来配合你 其实你从6月底的时候呢 川习会在大阪这一次的会面 川普不断的喊话 然后呢习近平呢 迟迟的不愿意回应 直到最后一刻才告诉大家说 他会去大阪 然后他会跟川普见面 在最后一个礼拜 其实中美这两国元首要拖到最后一个礼拜 才敲定要见面 这本来都不是寻常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态度 因为非常的强硬 我最近其实对于中美的谈判 有一点悲观的地方是因为 我同意就川普现在最在乎的 就是采购农产品 可是我反而注意到是 中国大陆最近对俄罗斯 对阿根廷都开了绿灯 而且就是针对农产品 就是针对大豆这些农产品 也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很依赖美国 当他说我要拒绝 我把你的农产品的关税提高了之后 发现光是靠巴西是不够的 那于是他就只好再回头去买美国 不是因为我要放地姿态 而是因为大豆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那我如果不跟你进口 我没有地方可以进口了 所以我只好回头再买美国的大豆 但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你看到中国大陆正在 我们假如说以产业来讲 就是增加供应链 我现在增加俄罗斯这个供应链 我现在增加阿根廷这个供应链 它是已经开放了俄罗斯 很多的这个农产品 可以进口到中国大陆 包括了猪肉 然后阿根廷的部分 他们现在也在派团 然后去查阿根廷的茶厂 这些都不是什么重大新闻 可是你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sign 就是我已经不打算 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你妥协 而且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完全撕破脸的时候 我的农产品已经有来源了 我底气是足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全部 我重来不及 对 因为俄罗斯出口只有84万吨 还有就是他们才在 所以他们才在开辟这个 要再增加 所以还在开辟阿根廷 我觉得他们还会再开辟 就是说这一类的管道 显然它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 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牵涉到说 从过去这一年发现说 如果我没办法断你农产品 我是掐不住你脖子的 那因此我现在就是要做到 我能断你的农产品 如果说中国大陆已经做到 我能断你的农产品的话 这种强硬太多 那川普还有什么下台阶呢 请大家去看一下 大陆媒体这几天的报道 他们是全面的强硬的了 那刚刚福建姐认为 9月1号确实会加 是因为川普话已经喊到底了 没有台阶下必须要这么做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否真的如此 因为这个川普的Twitter上面 用字潜词 大家各位看官自己去评断一下 我把几个重点圈出来 他特别再讲到习近平的时候 他依旧称呼的是 My friend, President Xi 他还是不会口出二言的 还称他是朋友 加10%的税呢 他也特别强调 小幅为幅的加征10%关税 英文他就直接讲说 Putin a small additional tariff 所以他也不会说是 一下加到20多% 用字潜词 他也小心翼翼 不想得罪 不过我想请教老大 集团你之后 你要我加买农产品 北京方面也加了 那你现在给我加税 没有什么道义吗 你怎么看 我刚刚为什么拿两个牌子 第一个就是说 川普呢 他是做生意人 生意人都是野心很大的 所以他现在希望能加到25% 那是真的 但是第二个呢 这个生意人呢 也是随时很现实的 所以他发现完不下的话 他也会退 但是那个不叫狼来了 那个叫狼跑了 狼跑了 他就会放 因为你知道吗 这次开会 我想这是他们开会 大家先看这个会场这个图片 先看看 好我告诉你 我今天会提早结束半小时 我现在不写打游诗 他就讲说我退了 而且我还退房 不住了 我今天不写打游诗 我用的是一个古诗 云来山更佳 云走山如画 山阴云惠明 云共山高下 这个诗是什么意思 你爱来来不来拉倒 你云来了我山更好 你云走了我山还是跟话一样呗 那这个诗写在哪你知道吗 就在会场 就是这几个小钻字 真的啊 就是这几个小钻字 而且这个钻字呢 山跟云还是长 就是都是空的 所以这个你看 你看他这个就是 老大你那个字给我们镜头拍仔细一点 你看看吧 小钻 所以中国大陆你一定要注意啊 他很多是那个细心啊 给你让你去体会 所以这个美国这个 回去 嘿他吓到了吗 我要走了 他想到了 就在这 你自己去想 云走山路 了来于凶啊 云来 对不对 来山更佳 对不对 然后呢 云去这个因为云跟山是看不见的 所以他上头 所以人家是很挑到这个跟你来的 云去山路 所以你不要低估中国大陆啊 中华文化玩的很精髓啊 所以我永远以中华民族为荣啊 所以把这个这个 这就是这个 所以很少人看出这个门道吧 美国政府 看得懂小钻子 有 全部 不 所有已经通过 看得懂的也不在川普政府 已经通过美国 上海领事交给他 已经回去报告了 所以川普现在已经在头东 让我想起一首歌 你来的也好 追好你忘掉 有点那个感觉的意思 反正你要来就来 不来拉倒 对啊 我再问一下 请教一下风险 因为这个川普之前就已经讲了 你90天之内 世贸组织 如果没有具体的实现的实质状况情况之下 你中国大陆 依旧自身自己是开发中国家 想有那么多的谈心和好处的话呢 我就不用你们的规则继续来谈了 这番话其实 大陆媒体是 报的用自私一回事 大陆外交部的字眼是比较 可以做参考的嘛 官方的说法是美国的表态 任性狂妄自私自利 凶 那我想请教就是 美方如果说这3000亿加下去的话 他等于是王牌进出嘛 对 那对于中方来讲是 利空出境啊 是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嘛 最差不就这样子吗 是 川普还有什么下一步 你说他没有台阶下 真的没有台阶下怎么办 跳下去吗 他就只好先这么做 做了之后再看看后续的情势 再说啊 这分两部分 你刚刚讲那个美国 然后去告这个WTO 然后说这些国家 才自认为是开发中国家 这根本不合理 他是一坨拉股的国家 不是说只有中国大陆的 所以你的影响面太大 其实包括这里面居然包括了新加坡南韩 你知道这里面只有不包括台湾 因为台湾去年就自动的说 很乖 台湾说我们不是 你看新加坡南韩都没有说自己是已开发国家 我们自动的说自己是已开发国家 对好 可是这是一部分 你看他这样散弹打鸟的方式呢 希望呢增加打击面 然后让他的选民觉得他自己是强硬的 我觉得选民并分不清楚这些事情 好可是回过头来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到底会如何呢 我们今天会谈的 有三项跟中国大陆是最直接相关的 一个是中美贸易 一个是台海之间的情势 另外一个是对香港的态度 我形容叫做对美对台对港 全面性强硬 而且我觉得这个全面性强硬呢 是他们内部经过了一番政策辩论之后 所定掉的一个大的策略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短期之内你是不会改变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的底气在哪里呢 他们内部其实有很多的总体经济学家已经算过了 如果最坏状况 你看到最糟状况是 我在中国大陆所生产的所有的产品 都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 全部喔 我假设的是全部喔 占他们的GDP大概是3.5% 可是如果全部不能出口之后 真正对经济的影响 因为它很多都是进口之后 我在加工之后出口嘛 那所以我不能出口的部分 就是我连进口都不会进口了 所以它真正实际上面的经济影响的伤害 全部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大概两个百分点多一点 只有两个百分点 因为只占它GDP的 因为只占我们GDP 因为只占中国大陆GDP的3.5%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如果说是断了跟美国的出口的话 影响我们的GDP是20%以上 可是他们不是 因为他们是一个大的内需型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他们对出口的依赖度 2006年是高峰 现在已经降到很低了 全世界出口也不过占20% 占它的20% 那欧盟是第一 东协是第二 那美国只有占3%多一点点 好 那因为只差两个百分点 它内部其实是有很多的策略 可以补足 有空间去运用 这一个差额的 让它继续维持在6%的经济成长率 那它只要能够维持 目前来看 它只要能够维持6%以上的经济成长率 它就可以维持住足够的工作机会 然后内部不会乱 甚至于过几年 它只需要5%的成长率 它就可以维持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内部不会乱 我觉得他们算过了之后 个别公司可能破产的会很多 但是整体性就是它不会倒 那因为它不会倒 我觉得他们策略辩论了之后 最坏是如此 就跟你赌你川普 敢不敢走到最糟的状况 而且封卿姐有个重点 接下来跟谁谈还不知道 你明年还会不会当家不了解 刚刚带这个数字2% 观众朋友可能听到以后 跟我一样有点surprise 这个我有不同意见 因为中国的 他讲的数字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他的贸易顺差 有从美国来大概超过百分之60 他其他是逆差 所以他会造成他这个蒸发货币 那个基础会消失了 因为顺差才有那么多的美元嘛 才能够做蒸发货币的基础 所以联动的是金融问题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失业 因为你如果东西卖不出去 没有错你总额不大 可是就业量很大 因为都是劳力密集的电子加工 那这群失业的人你怎么处理 那我就想跟你听不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川普的牌 美国的牌啦 美国的牌没有做贸易战 打到3250大概就没牌了啦 除非10再加25 可是美国还有别的牌 美国还有 金融的牌 我举例啦 金融服务 比如说他可以叫 规定 说中国有哪几家公司 美国的基金不能买 他可以这样设定啊 那你MSCI要不要重新调整 因为他现在MSCI本来有个加福的过程 对不对 那川普可不可以干这种事 他用紧急 紧急命令 用什么国家安全什么 他就连金融业都限制你买中国的 这些又不是没干过 裹歇公司的股票 对 这个理论上他是做得到的啦 那当然现实冲击也是很大 当然 冲击你讲的是最坏状况 是 我今天同意这个正量的看法的部分就是呢 双方都算过了 那现在就在赌说 谁敢出到最后一步 对啦 因为 习近平没有选举嘛 这就是差别啊 对啊 差别在这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算了最坏的状况 然后就算定你川普不敢把 那个所有的牌都出境的原因 就是因为习近平没有选举 可是川普也需要选举了 其实事实上我跟你讲已经有朋友跟我反应了 对 他说圣诞节的那个sale 领主见事实上9月就要交货了 对 那因为你8月现在这种不确定状态 那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买啊 对啊 那你如果 Segiven那个sale弄不起来 那川普大概也不用选 就不用选啊 所以事实上他的时间真的蛮短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直说弄啊 你觉得他是纸老虎吗 川普这一年得罪两个人是他最不该得罪的 因为对方都很硬 包括了习近平 包括了伊朗的哈米尼 你对习近平硬 现在搞到这样子的状况 全面加税 结果美国自己物价上涨 什么都上涨 那你搞伊朗的话呢 油价上涨 油价上涨 物价上涨 美国股票马上就跌 这个是已经 已经发生的事情 然后民怨一定会起来 那你的民调数字 应该就会下去了 所以老大 有人说 倚天独隆记的七伤权 是伤人7分 损己3分 川普刚刚电脑过来 是伤己7分 损人3分吗 就是说第一个他伤的话 伤己的话是伤到人民 不是他 然后呢即使他有伤 也会感觉到在为人民而战 那么如果说打到对方 就表示他很英勇 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川普 他可能只有练过西洋拳 他应该练练中国国术 中国国术第一个一定要是打马步 这个基础要稳 你底部稳的话 你在西洋拳你就在上面晃晃晃 谈谈谈谈 随机应变 但是你如果真要跟这个 你真要跟这个习近平较量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 你的底气有多少 你会有很多招 习近平也有很多招 对不对 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问题就是你美国很自由 习近平他整个最后在国家控制机能 是比你美国要强的 社会体制不一样 他这个然后还不选举嘛 所以在这个来讲 所以为什么 中国大陆当初就讲得很清楚 能谈就谈 要打就打 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显那个诗 要来就来不来拉倒 这是因为他底气够 委员最后跟你请他进广告之前 民怨起 基本上你就不用选举了 这最白脸眼前的 刚刚也提到分析也提到 而且这10%一定反映到消费者物价 对 而且FED已经降起 因为他们已经列出了3085项 就是这一次3000亿 按照五月公告是3085项的商品 电子 电子产物非常的多 所以 苹果的股价才会跌那么多 然后还有纺织品等等 其实说穿了 我常常形容说 这个就是一个Walmart采购清单 就你既然是Walmart采购清单的话 你看接下来9月就是开学 开学就是一拼 圣诞节直接冲击 对 没有我觉得开学购物季 就已经是一个冲击了 然后再下一个 其实就是Thanksgiving 就是你讲的感恩节 然后接着就是圣诞节 所以我同意美国其实撑不久 可是你要让川普 现在用什么下台接呢 这我刚刚讲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拒绝给他 下台阶了 他现在唯一的台阶就是我们继续谈 但是你说要增加采购农产品 不会了 简短请教一下委员 现在已经川普落后拜登10% 民调 那请问 北京的心里面 真的会想说 我就 我就僵着拖着吧 反正接下来 搞不好白宫换人 换人之后会比较好谈吗 其实花旗银行昨天写的报告 跟北京想法是一样 他说是waiting out 就是持久战 北京就是要 大家就拉长来打吧 对 实际上美国已经有很多投资银行都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 他立即面临的事实上就是 从9月开学到感恩节到圣诞节 连续三波的消费者的反弹 这个川普不可能撑得住 真的我相信因为川普是完全 我们看他之前这两年多来的角色是跟着股票的数字来做调整的 所以民调的数字是接下来 他们美国每个月都会出现很多份民调的数字 他绝对会参考 现在川普要找台阶下 有谁是他的朋友呢 搞了半天 被他骂 疯子的金正恩 才能够帮他 我们回来聊 被看过手脚的川普到底会不会加税 这大家做观察吧 不过现在他的民调落后 到底谁可以帮助他一下 看来 金正恩是及时救援的 在过去这七天当中连续发了三次的飞弹 那他发飞弹 我们来观察 北韩要发出讯息 到底谁 会因为这个事情稍微拉抬一下 当然包括了川普 他的民调可能有一些着力点 因为北韩这个事情还要靠我啊 另外对于文在寅 文在寅现在在日本跟 南韩之间的一个贸易限制的状况之下 或许也可以转移一下 南韩自己的舆论的焦点 这两个人可能是 从金正恩发着飞弹 可能会对他自己本身 或者是一个相关的情绪有点拉抬 不过我要先问一下委员 因为川普面对于金正恩发飞弹 他说 I'm not worried 我完全不担心 所以外界就在看了 你们之前见了面之后好像 一直有个小道消息嘛 说我们他们当天瞧好了 你就帮忙 救援我一下 没事发个飞弹 帮我拉一下民调 莫非两个人真的有这样的默契 本来是一个玩笑话 现在开始好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觉得小胖 他也有一定的正当性 因为你川普有答应说 你跟南韩的军演要停止 结果你照样在军演 所以他有气要出啊 然后第2个就是他射的这个飞弹 基本上是战术型的短程 大概200到400之间 对 那有人说是学俄罗斯那个 Skander那个系统 可是算是新的 那最糗的是南韩居然没追到 所以南韩说这是个参数不一样 新的 因为他听说最高只有50公里 那飞很低啦 那结果有一枚飞弹 南韩没有找到落点 那 那就表示因为听说他 快要下去的时候他可以转变方向 所以有人预期是 有人是认为说北韩应该是撕射成功 那基本上当然 主要就是导到韩国嘛 那 他 简单是落在日本海这样 那这个也对美国没有威胁 这个发射所有的军事武器都是要传达政治讯息啦 这是 国际新闻 他主要是在抗议说你怎么还可以跟南韩军演 但是七天 三次 是这几年来当中频率算高的 可是都是同一类 同一类 都是 大概短中程啦 他都没有越线 凤卿姐如果说在政治讯息不断的发射出去情况之下 川普都没有关爱的眼神 金智恩会怎样 川普连对伊朗都没有采取行动了 我不觉得他会对北韩采取 太激烈的行动 而且金智恩是非常清楚知道川普的底线 第一 我没有在核子试爆啦 然后第二 我没有在有什么长城啊 洲际飞弹啊 因为真正对美国来讲 川普的底线就是你不可以在核子试爆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不可以有长城 洲际 就是你不可以有打得到我美国的 这一些试色的这些飞弹 至于你中短程 那是日本那是韩国的问题 跟我美国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觉得金智恩非常清楚知道 他所传递的讯息他既不会得罪川普 又可以提醒川普说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 而且当然这个时机点也非常的特别 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 因为日韩现在的紧张的情势 会超乎我们想象的再升高 因为现在看起来双方的民族情绪 都已经被动员到了最高点 你从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讲 他实在找不到一个理由 我可以放软姿态之后 然后接着我在内部居然不会有民众反对我的 政治人物不会搞政治自杀 我觉得上一次其实也提醒了我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美国在内部 他们负责对外的这些官员当中 中层以上的官员是没有日本通 没有东北亚通的 没有日本通 没有东北亚通 你是没办法去担任那一个沟通大使的 因为东北亚 其实我们知道亚洲文化 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 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我如果不知道你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的历史文化有些什么样子的渊源 我找不到你的软热 然后让你去听我的话 冯先生讲的太好了 我马上拿一张照片 举证给大家看 就叫做不懂眼色 我们来看一下 这谁跟谁呢 这个是当过CIA的 头子的 蓬佩奥 真的不知道人家的脸色 两人就在生气 写在脸上你还看不懂 以为亚洲人的表情都这样子的吗 这个是第一点是在曼谷的东协外长会议 趁这个会议呢 这个美国也加入跟日本和韩国 就来了一个三边会谈 你看多么不开心 结束之后 两个都是最注重李树的外长 但是 完全不握手 蓬佩奥还敢硬拉过来 同框 拍个照片 勉为其难喔 根本没有想要接近在一块 但 照片是拍了 手 完全没握到 那个和也的嘴巴一直都这样 他的眼神也完全没有可能啊 所以你看这个 我想请教他老大 因为目前日本跟韩国 就是因为这强真共的事情 一个历史的事件 因为诉讼的关系 双方各自不同的解读 到了现在变成日韩之间的一个完全 贸易升温的 快变成贸易战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新的 这礼拜的进展是 日本要把南韩 踢出友善国家 白名单之外 韩国也 后续的影响就是以后 所有日本到 韩国东西 要做出口的话呢 要单比单比做审查 这个旷日费值之外 他随时要限制某一些产业 那韩国就 必须没有办法了 因为在白名单之外 那接下来南韩的做法 可能要考虑 终止 日韩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请教一下老大 这个薪酬就更加上历史的纠结 没有 最糟 只有更糟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金正恩帮了美国跟韩国的忙 我刚刚一开始就列出来了 为什么他帮了韩国忙 他们的歧视本来是这样 日本对韩要硬干 南韩朝野大反弹 北韩三次射导弹 朝鲜半岛孔南安 我现在把最后一集改掉 叫美国烦恼怎么办 我刚讲美国这个事情 因为美国 为什么呢 之前在那个 对不起他擦一下嘴 因为之前在 这个打贸易日韩之间已经几个月 美国不插手 直到南韩说我可能要废掉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之后 蓬佩奥就出现了 他这是唯一他can的东西 因为 因为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第一个 如果说这个打经济战 韩国不是日本的对手 所以韩国不是日本的对手 正好金正恩射导弹 然后这次射的导弹呢 他们的情报协定是什么 就这个飞弹从北韩射起来 这中间的轨迹 然后经过这边轨迹 这个是韩国情报 然后呢 到了 到了日本 是日本的情报 那么现在呢 这次两次呢 他们的两个情报一凑合 就发现 这一次北韩射的导弹呢 是在50公里的高宫 就离地面50公里 然后走了600公里 那么这个情形就影响到什么 他们以前部署的反导弹 可能很难难解 第二个 北韩这个升级了 那北韩在这个升级的时候 如果说 南韩不跟日本合作 谁吃亏啊 我告诉你 北韩打南韩 是大炮 飞弹都是打日本的 所以都是打日本的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日本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紧张 会紧张 所以呢 你用经济压我 我用 我用情报 碰你 这个时候就是美国出来协调的时候 因为美国本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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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这个金正恩 做了这件事啊 看起来凶恶 其实两边都觉得他 很窩心 谢谢他 发射飞弹在过去是一个威胁 这是解围 现在发射飞弹 帮大家一个忙 都有台阶可以下 按住 按住人在义 对对对 按住人在义 博伟你看 老美是不是真的自私 牵涉到自己的利益 军事情报这方面的时候 他正愿意出手 我这个架构就是他创 他当然 那你觉得日韩在 蓬佩欧 出来这么一场之后有转还的空间吗 美国这何时劳能够当得下去吗 现在还没有 不因为日本因为参议院已经选完了啦 所以最近政治考虑会少一点 还是会去想他明年的奥运 因为韩国甚至威胁说要退出 那这个就够没面子 那韩国最近也打了另外一个筹码 就说他也有白名单 那要把日本移除这样 白名单事实上不是说禁止 而是说要三到六个月的审查 可是这样就会让你掉货 整个乱掉 整个乱掉 7月4号开始那个三项关键的化学材料 说是管制 而并不是禁止 但从7月4号一直到礼拜五为止 没有一个通过的 管制就是一个词 就是可以省差 很多的空间可以运用 那就等于是禁止 就一个多月的完全没有办法出货 所以傅妮人我问 如果说日本真的有 这个东西可能都是历史情节 纠葛之类的 对于南韩 其实真正的重伤 半导体 半导体如果日本正要制裁 这个韩国的话 你觉得韩国就被掐着了吗 我觉得当然韩国现在很努力的在寻找替代来源 他们现在已经 其实南韩做法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半导体 他们包括了汽车产业 还有所有的产业 他们现在要盘点 他们到底所有的产业的上游 到底对日本依赖多少 所以我觉得就长期而言 日韩都会减少对对方的依赖 他们的贸易量 会大幅度的减少 只要他们能够找到替代来源 完成了认证程序之后 他们就不会再使用对方的 因为这个贸易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历史情节又随时会上扬 那接下来就是 短线上面来讲 台湾当然其实这几个月 已经很明显的看到转单 这一个多月已经看到 很明显的转单效应了 所以 又变蔡政府的业绩了 就股市而言 其实半导体类股 不管是华邦店 什么南科 什么这个 旺宏 就涨了很多 其实也都是因为日韩 贸易我们觉得有转单效应 可是如果就中期而言 因为终究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是 非常的占比太高了 那这种占比高 以至于全球的 电子产业的供应链当中 大概都会有一个环节 会跟韩国牵涉在一起 不管是Sansung 这个海力士 你都有可能会使用到它那个关键零组件 而那个关键零组件 一旦供应不上的时候 整个下游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所以我们的下游相关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 不管是Sansung概念股 或者是苹果概念股 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这是中期全世界供应链全都大乱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赢家 可是就长期而言的话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觉得当然两岸现在就很有机会了 如果吃掉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一块 如果我们和平的话 如果我们很和平的话 我们也许有机会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不见得吃得到 所以重点是我们要和平 但长期来讲 日韩一定分家了 我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再追究一下 这个委员 因为 刚刚丰丁也提到 日韩接下来就是会 越来越减少对于彼此的一个依赖 但是你看日本 日本从美国减少对于它的关键眼神之后 日本安倍是很着急的焦虑的 去欧洲 签了一个EPA 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自贸区 那他自己本身又主导的CTPPT嘛 所以在 这个 自贸区这一块 安倍是比较 有枪的有武器 相对于南韩来讲 就目前文在寅能够施展的空间 小了 南韩 自贸区大概都签完了 他比日本还早 对他大概签了7车 日本是想要搭便车 签中日韩 可是韩国不太愿意 韩国不太愿意 那个 我觉得 事实上从中美贸易战就整个打乱 本来以半导体产业来讲 中国跟美国本来是合作的 是要打南韩 怎么知道我现在半导体被你抵制 所以 因为三星本来就很大嘛 那美光本来跟大陆是合作的 Intel也是跟大陆合作 包括台湾 就本来是 两岸加美国是在 共同对抗南韩 因为日本他整个半导体后来都没有 都空掉了 结果中美贸易战之后整个都乱了 所以你要问我说新的结构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那 如果现在 日本跟韩国又打乱了 然后 你说三星有办法等到 凤星讲的中期吗 我是很怀疑 到中期恐怕世界都大乱了 所以 美国不会让你搞到中期 大概炒一两个月 老大哥还是会介入 可是就说这个问题很麻烦 就是 韩国就是要钱嘛 因为真用功 可是坦白的真用功 我这个上次也讲过了 说1965年日本人觉得他赔过一次 对 结果你韩国把人家拿去给产业发展基金 没有给劳工 那你政府有道义啊 这个问题 我想也请教一下老大日本通 因为对于 韩国来讲 他的一个反日的民族的情绪 始终都在 那今年也刚好是他们三英运动的100周年 就是韩国要求脱离日本统治的这个运动100周年 碰到这一个历史事件 延续下来的诉讼 对于韩国来讲 他们当时的强真功 他们没有拿到钱 心里面他们可以持续一直在抗争 但对于日本来讲 二战之后 该赔的 已经一切归零了 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是 在日本的政府 的态度来讲 是不分党派都认为 二战结束之后 就已经归零了吗 不会有其他新的一个作为跟思维吗 第一个两个国家在认知上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杨国是认为就是说你上次给的是国家赔偿 那人民呢 其实对我人民的一点还没有算 日本就是赔偿当然应该包括人民了 怎么会没有算呢 第二个 日本人一直有个感觉 已经过了几代你还在找我要道歉 那韩国说你过了好几代都不道歉 所以说嘛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来的话 就是说他们不但在经济上互相慢慢要不靠对方 美国最担心是他们两个在军事上 日本本来是 日本啊 是很希望说在亚太啊 他是掌门人 但是美国只让他当看门人 那现在呢 韩国跟北韩一来往可能就在当门外人 这个地方你可能不变成门外 那么以前呢 日本呢是希望当美国的伙伴 那美国只把日本当伙计 那现在呢 南韩跟北韩如果关系慢慢好的话 可能就叫日本退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说 这个就是说 但是日本是一个 有个民主他是 很能忍就忍 日本武士有一句话 为了国家的生存 你该 你该卑鄙无耻你就卑鄙无耻 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卑鄙无耻的事 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卑鄙无耻 就是你要装脑干什么你都可以 现在一般的日本人怎么看韩国这种反日情绪 他是因为他从 本身洗脑是他这个认知嘛 真的没有道理 所以一般日本人就觉得韩国人 他们会认为韩国人是无理 还有一个你必须要考虑到 在日本是很守法的 所有在日本呢 所有在日本这个 会搞违法的 比如说排排 白排车去坐游览车 这还就两种人 台湾人跟 跟韩国人 日本本身不会 甚至日本跟韩国 他们合作 做了一份民调 就是各自在自己内部 然后去调查对对方国家 还有对对方民众的好感度 现在呢 大概就是最近这两年的时间 那么日韩 对对方的反感度 是急剧的升高的 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 那日本现在对韩国的反感度 是高达八成的 所以这也是安倍晋三的底气 就是我对韩国做任何的事情 我的民众是欢迎的 而韩国对日本的反感度 比日本反而低一点 但也有六成五成 就三分之二 所以这也是文在寅的底气 就是说我今天去告诉你说 我随时 你现在把我列为白名单 你要掐死我的产业 那我在军事情报上面 就完全不跟你合作 这个是韩国的底气 因为民众也在反弹 所以我觉得这些民调的 这些基础 我其实很喜欢看 那个这一类的民调 就是说你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好感度 那个变化 常常会影响到他最后的政治发展 我刚刚讲完 我问过日本警察 我说台湾也喜欢违规 韩国也喜欢违规 那你们感觉 他台湾人违规会不好意思 日本人违规还理直 韩国人违规还理直气壮 所以我们不会讨厌台湾人 因为韩国人讲话声音比较大一天 来 我们这个刚刚丰丁姐提到这个民调 其实如果在两岸之间做的话 我看那个趋势 搞不好也是 这个中置也非常严重 蛮雷同 很严重 我们就回来看一下两岸之间 其实在这个礼拜出现了一件蛮大的事情 但是 台湾的版面大概都被 这个柯文哲阻挡的事情 盖掉了 我们待会来好好聊一下 当台湾的货轮跟 大陆的军舰撞上之后 为什么这背后感觉有点不单纯 回来聊 史上头一遭 在台湾的货轮撞上了解放军的军舰 但对方的态度 让媒体开始觉得说 这可以讨论一下 因为当时发生这个 擦撞之后 台湾的货轮 犹太一号 当时的船长就说 撞到了 那对方呢 解放军就说 那你 跟我们一起回厦门 做一番离清跟调查 那台湾的船长就说 不不不 我不去厦门 我想回金门 没想到解放军就说 那好 没事没事 你回去吧 怎么会 这个跟我们印象中的解放军 可能处理的方式 看来都跟程序不太一样 你想回金门就直接就回去了 那后来就有专家去研判 这是对方的解放军的军舰 是从来没有曝光的 最新型的071号的登陆舰 叫做龙虎3号 这个船只让大家引起注意 把这个最近在 东南海一带的演习的事情串联在一块 就感觉敏感 好像有一些故事 我原理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我有去问国防的一些朋友 他说好像我们的巡防舰有准备要开去了 事实上不是这么好处理 不是说 你的巡防舰已经快到了 对已经快到了 所以对方知道台湾的巡防舰要去了 所以避免发生一些 复杂的状况 那就让台湾的船长 对 可是他们也没有 我知道后来我们是海巡去嘛 海巡的就是那个巡防舰 对没错 那听说那个这个新闻他也不想伸张啦 因为 那个船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船 如果是龙虎3那就是071 那071 这个船 开到 廖楼湾附近这个真的是第一次 那这个本身就非常敏感 因为他本身是床屋登陆界 那过去演习的话人家也顶多在东山岛 那离台湾都还有 相当长的距离 只会开到金门 这个 很耐人寻味啦 那到底呢 你的那个雷达出问题吗 不然怎么会开这么近 我以为你觉得说他们不想做任何的伸张 是希望这个最新型的登陆建议 不要让 台湾知道太多吗 不是 全部 我因为他他到金门附近的六楼湾 这本身就是对两岸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军事行为 那刚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碰到柯文哲主党 就被盖掉 不然这个新闻是很大的新闻 如果没有柯文哲主党事实上这个新闻 同一天又自由行停止 对对对又停止自由行就两个新闻同事来 不然结果这个新闻被盖掉了 只用小幅报道 对因为蔡总统应该可以大声的这个出来 在捍卫我们的主权才是 可是就不胜柯文哲主党 也不一定 因为他最近这个东南沿海的演习 有好几个地方都超规模的 那 如果把这个新新闻也加进来 那就有一点好像 相当严重 就武克自己人 就有点 你这个做联想是无限空间的 对不对 因为刚刚委员提到这个地点叫做廖罗湾 大家看一下金门长大概这样 横的 廖罗湾在他的东 在金门的东南边的下面 也就是说你厦门过来的话要到金门的后头 那个地方 那个是以前没有 这个 解放军的军舰的中机出现过 太近了 对 那老大你怎么看 这一次 而且对方这个登陆舰 据说 盾位是仅次于航母辽宁号 不是他是这样 他071型 这个两栖船户登陆舰 他就他就07 他前面四艘 都是 都是25000吨 但是这个第五艘 就是农虎三号 他是29000吨 29000吨你要有个概念 日本的初营号是19500吨 他是比那个要大 这第一个要有的概念 第二个这个舰有个很神秘的 就是说 他一直出来都不讲 大陆好像舰出来 都会公布 这个舰没有公布 那另外他又在这里 那这里你必须要晓得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 他对这个演行东山岛 马英九任内 中国大陆没有在东山岛演习 现在还在东山岛 东山岛通常是象征台湾 还有在古说历史 你必须要知道 东山 金门 澎湖 这个地区是 南方海道 北部是浙江海道 南部海道围堵台湾海峡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 一个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在战略上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大陆 大张旗鼓的 你知道就好 静静悄悄你真的要考虑 他后面玩 他静静悄悄我后面玩什么 还有这只船呢 就到底 还有两艘船 还有一个这个 飞弹巡防舰 那么这次船 一来讲撞的应该是飞弹巡防舰 不应该是这艘 这艘他是属于东海舰队 他有五艘 他都是以高山来命名 那属于南海舰队有三艘 属于东海舰队是宜蒙山和龙虎山 就是这次的一个 所以这个所谓登陆就干嘛 就是要抢导要夺岛 所以最近在一般来讲 就说香港的问题在闹 那要转移目标 是不是要深冬极西 所以这个这次的演习呢 我们会比较注意就在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好歹不歹 就碰了这个船 我们的货轮建大功了 那一个 那这个是最大陆 货轮插撞建大功 对啊 对他呢 对方的军舰曝光 不通常你要知道 有时候货轮你不要以为 就说货轮上军舰 货轮吃亏不一定 因为军舰为了保持快速啊 他那个不一定比货轮硬 货轮要硬很多东西 你看美国军舰不老被货轮撞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情形就是说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就说 那个不管中共会不会是武力攻台啊 不管怎么样他有在 他有在这个准备 他有准备他有做这个必须一战的准备 但是我们也要避免一战的智慧了 这双方最后还是斗 还是要斗对 但知己知彼啊 会比较好的 老大讲的这真是一个航力化 永康我查到他的尺寸 他长210公尺 宽28公尺 他可以带一个银 他是一个银的登陆部队 800人 而且这个银里面有20辆装甲车 而且他上面可以两架直升机同时起飞 他就是一个金 你讲说这个登陆舰 比日本的准航母出以后还要大烧 大家有个概念 因为他你说饱和的 他要带他带来的就是大武器 不是金武器 我觉得地点太敏感了 对 因为 刚才他讲说敲楼打鼓你知道就好 这种 这个你不知道的 敲楼打鼓也是要注意 但是你不要特别小心 这个叫特别小心 登陆界的功用是干嘛 就是抢他 就是登岛的嘛 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不敏感呢 如果是敏感的话 媒体没有理由不去做报道 台湾也一样 但是这次双边媒体都极度低调 婚姻理你媒体前面 我觉得不是双边媒体极度低调 因为 确实是 后面我们也还会谈到自由行的事情 再加上柯文哲阻挡的事情 新闻太大了 太多了 二方面呢 是这件事情呢 似乎状况不明 然后呢 解析的人恐怕也有限 因为到底实际上 那么大陆现在军队方面的运作 他的企图是什么 因为你从舟山岛一直到东山岛 然后现在还有到金门 甚至于是金门比较靠近台湾的这一边 他就不是单纯的演习而已 我们请导播把这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比较有地理的概念 刚才丰念提到的舟山岛 从浙江的舟山岛 一路到东山岛 日息就在 日息从7月29到8月2号 其实 就在我们国军最近公布了一个海峡中线的新的一个地域 最大的因素是 显然我们的巡防舰不只是快道 而且距离我们巡防舰的位置是比较近的 那距离他们实际上面的港口是远的 所以你对于军舰而言 我真的有没有强迫的那一个很足够的实力 是不一定的 那我又希不希望我这个船舰曝光 然后我这个地点的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它曝光吗 如果我这些我都不希望它曝光的话 那我当然就是选择上面没有要求我把事情闹大之前我当然赶快先走 合理 那他想要隐藏的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情势会让我担忧 隐藏的部分才是联想最大的地方 他不会怕我们的巡防舰 但是他怕曝光 对 他演习是真正的叫武鹤 是下面那个字叫鹤 而他不给你知道就是武功 进攻 那个才是他的武 那个是鹤 所以他怕你知道这个 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 国防委员会召集人王定宇他有写这个脸书啦 他说是两条船 一个是应该就是这一艘啦 另外一艘是飞弹巡防艇 那撞到了应该是撞到飞弹巡防艇 因为那个是有三千顿 对那个三千顿你才会知道 因为那个船长说船没有那么大 他撞到然后他回来接受 两万顿船你会想到 不过就是说 他们是开在一起啦 那另外那一艘是要干嘛 就不知道 因为包括了这个霍轮插撞军轮的事情 包括了香港的反送中的事情 包括了这个大陆演习的状况 全部都都在一块 而且大陆最近还禁止台湾的自由行 还有大陆的战术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欺敌 欺骗你 一个是 骑袭 所以演习的是骑袭 那个是骑袭 他不是这次要动 他一直在演练 演练这个 老他听你一直在讲下去 就 我们会有点心慌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 台湾自由行 停发蓄格证之后呢 蔡总统也做了一个回批 他说 你看特别看一下 全部用简体制的 简体制可能写给对爱的网友看 比较这个成分比较大 中国限制人民来台湾的旅游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 请问一下过委员 毕竟是贵党的主席 你应该比较了解他的思维 什么叫对岸的战略错误 错在哪 这个应该分两方面啦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大陆都一直希望有经贸连带 至少两岸还有一个连带的东西在 不然他怎么会在去年2月28 有会台31呢 对不对 所以显然他是重视经贸 跟全方位的交流的嘛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 你达到了这个旅游啊 因为旅游界我也认识蛮多的 这些人事实上是最重视两岸交流 你事实上是打到你自己的朋友 就好比那个 他上次限制路深那台 那达到了几个学校比如说 文浩大学 都是跟他们友善的 这些都是在大陆最友善的学校 那你真的是你的战略目标吗 当然他的战略目标我可以理解 就广义的对台湾经济施压嘛 就说你这样我就不满意 那当然总消费大概200到300亿之间 这也是事实啦 可是国民党执政有15个现实 然后 高雄事实上路客过夜是最多的 本来是48.5 最近 因为韩国瑜当选之后 半个月半年来 因为昨天我也碰到黄伟哲 他说事实上大部分都没有在台南过夜 几乎不去台南 所以台南 台南那个消费大概一个月只有2亿台币左右 那 那个韩国瑜那边一个月是3亿5千万 我朋友 大陆游客问过我 到底是台南是 民进党黄埔军校 还是宜兰是民进党黄埔军校 我原提到就是如果是对台湾经济施压的话 这广义的战略可以理解 对 但是你认为是方法对象挑错了 这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讲的战略错 而且他打到了刚好是 最想跟大陆交流的部门 好 那我请教一下 因为这个 台湾的旅游业者 当然是 最严重的受伤者 那接下来 张东部长林家罗马上就说 没关系 我们政府帮助旅游业者 要 国旅补助36亿 老大 有没有用 36亿金额不小 这个情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大陆 他虽然讲说自由行都不准来 但是他在团体上至少会 至少会影响 50%以上 为什么 第一个很多自由行 他会是插队团体旅游 对 然后他就八天 八天完他自己还有四五天 他去自由行 好 第二个呢 大陆很多都是单位 不管他是公营 他参加团体不管是公营或者私营 他们政治敏感度很高 他一发现你这个 他们就会知道就不要犯政治上错误 这个大陆上 很可能他就退团 所以到最后影响绝对不是说只有自由行这一块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 对于旅居海外的华人到台湾会有影响吗 旅居台湾他是我不知道他是 他有什么身份 他有什么份 但是你今天就说你交通部立刻就有这个钱 不就补啊 我是问一下那个 大量旅客不来台 旅游行业苦哀哀 他们现在很头痛啊 因为你完全不弄了 他就干脆不做了 可是他又要做又要撑 一天开门就是几千块没有了 你叫他撑多久 这是他们痛苦在这里啊 政府收费给补贴 请问钱从哪里来 钱还是人民拉税钱嘛 你整理上还是有损失嘛 对不对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过民进党有时候也比较高兴 比较认为说 又在帮我们浮选 大陆每次做这件事来帮我们浮选 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 他一定有配套 他不会像过去一样了 就整个照你这个啊 就造成这个 造成一个就是说 你像南营觉得就哎呀又麻烦了 绿营就好高兴 我跟你讲这一次不一定 你看到后面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很会检讨 以前犯的错误 然后这个时候再怎么调整 你觉得蔡英文 可以因为这一个你看 旅游人数 从这个 2016当家之后呢 陆克来到台湾人数 从43 225 24到今年上半年 再回涨一下 但这个一出来之后 马上应该又会再跌下去了 你刚刚讲到说 大陆会不断的检讨他们之前 做了一些 可能帮蔡英文 他们已经知道有些事情帮你 这是 反效果 选票会刺激 所以他们这一次 他们是有考虑这个 传出来团9月也减半 对 老大你认为 司烟案最近缠绕的 蔡英文会因为这一个事情 而让他稍微有点脱身吗 因为第1个 实验案第1个问题就是 地底选举还有那么久 还有一个 一般老百姓的看法 就是觉得就说你这个整个 世卫事太乱来 并不会说 蔡英文要负绝对的责任 他可能是被蒙蔽 所以这个事情对他的我觉得说 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下个礼拜选举 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但是如果说要 要这个5个月以后 我觉得影响会被他们消毒掉的 刚老大提到一点 就是 大陆很多动作举动 可能会让外界解读说 你是不是帮蔡英文 好像让他捡到枪 提供了武器给蔡英文 捡到枪之后呢 民调也拉 民调也拉抬了起来 的确大家如果观众 长期关注台湾 不管每天的新闻 或者是一些话题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从年初的习五条开始 当时的蔡英文跟赖姓的 还在纠结的时候 蔡英文就 因为这个 是他掌管的 主权的东西 外交跟主权 他四三军统帅 他很多东西可以操作 也的确是帮助 蔡英文拉台的民调 包括了这次你看到最新的 就禁止 自由行的 陆克到台湾 有人说 一直有个说法 就是如果真的 你把这些 所有对那些 动作 到最后 相对应 是蔡英文的民调 上升的话 那你当然会觉得说 这些动作都是 帮蔡英文在助选 如果是这样子的 是符合逻辑的话 会不会 可以稍微 让一个说法稍微有点点 有道理喔 就是 蔡英文 当选 等于 符合 北京期待 所以北京才会有这么的动作 因为 蔡英文当选的话 他走台独是非常明显的 那大陆方面也有反 国家分裂法 他可以终于有 机会 比较有利益基点 去下手统一 你觉得这个说法 现在看起来是 有可能的吗 yes or no 我们进口号之前先投个票 我们回来再讨论 你觉得这个说法是有可能的吗 蔡英文当选 符合北京的期待 No Yes or no 老大呢 你要举牌吗 我就看跟谁比 看跟谁比 我们马虎来讨论 禁止自由行的大陆旅客到台湾 这禁令一出往 我们来看中国时报有写一篇社论 他说这个举措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大陆北京方面 其实根本已经不在乎台湾的选举 真的如此吗 他怎么有这样的论述呢 我们来看他说因为现在民进党选战杀红眼 大陆建政70周年日子马上要接近了 所以北京方面必须要营造一个爱国的意识 陷入了宁左勿右的困局 两岸关系现在进入的是一个弱机的赛局 要比拼的是意志 谁先认输谁就完蛋 所以任何忠信利益良善的建言 现在已经不会受到两岸的任何青睐 这边社论再次的强调 大陆方面不是不知道 禁止自由行的旅客到台湾 会是对大陆一个负面关难的解读 也不是不知道说可能会帮蔡英文有助选到 他会这么做是因为大陆已经不在乎台湾的选举 刚刚凤卿你举这个牌子说 蔡英文当家是不是符合北京的期待 有一半是有一半不是 原因是什么 我上个礼拜就前几天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一开始很震惊 我后来仔细地去看了很多的相关的资讯 然后在 其实我非常难过 我其实非常同意 你听到好一个消息 我难得 就是自由行的消息 我难得同意中国时报的社论 我已经不同意他们很久了 可是这一边是 我觉得他现在所做的盘算是 我现在对所有的对外关系 我都设定一个最坏的情况 接着我做最好的打算 做最好的安排 我们刚刚前面在讲中美的时候 他最坏的状况是什么 我对你美国完全没办法出口 我也不愿意再买你任何的农产品 因此我必须要自立自强 寻求我农产品采购的来源 这是最坏状况 不见得一定要走到这个程度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 那我准备好了 他对香港也是如此 那今天对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 他已经不寄希望于任何人的当选 他现在的想法已经变成了 你们谁当选对我来说都一样 当然也许韩国瑜当选对他来讲好一些 蔡英文当选对他来讲就更糟 那既然是更糟的一个状况 我就把所有最糟的情况 我都准备好 那两岸之间要完全的停摆 都是有可能在可能的准备范围之内的 完全可以套用刚才老大那一个诗 就是云走了山野 山如画嘛对不对 云来山野家 因为过去其实呢 在所有这一类的决策过程当中 国台办一定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一定会去做一些报告 平息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如何 然后对于可能不同的阵营 然后不同的政党 我们要如何的去协调 如何等等等等 他们都会做很多很多相关的research 这次完全没有 这次也不需要了 因为对于如果说他今天的决策是 我做最坏的打算 我做最好的准备的话 那你们谁当选对我来讲 就不是我考虑的范围 因为我既然没有期待任何人 那任何不被我期待的人当选 我也做好了最好的准备 那顺着这个逻辑的话 请教老大 是不是代表说北京方面 已经至今有了时间表 我按照我的时间表 跟我的步骤在走 你们谁当家 我已经不太care 反正我计划哪一年哪一年 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已经有心理定数 其实美国对于 这个大陆对美国下一任谁当选 台湾下一任谁当选不care 你一定要知道 一个国家一个就是决策单位 政策单位跟策略单位 国台办只是在政策的边边 领导这些策略 所以下面喊打喊杀喊什么 那只是策略 真正在决策 他们在整个研究的时候 我可以讲 他们这次在香港的事情 在蔡英文的事情 他们有一个感觉 如果台湾真的都希望台独的话 应该是赖清德的东西 因为那都是独嘛 香港要港独台湾要台独嘛 那应该是赖清德的票有用啊 为什么反而是蔡英文的票比较 蔡英文还是独 但是蔡英文台独意识 他的台湾意识比台独意识强 赖清德是台独意识比较强 所以中国大陆他是一个很简单 但你必须要注意他最近的国防白皮数 叶数非常多 关于台独方面 而且单独成一张 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中共的习惯 红线告诉你 底线 你只要一踏底线 我就往死打 我就死打 我的后面步骤就是死打 我现在不管你怎么样 他也很清楚 任何男的上来也不会统一 任何绿的上来也不敢独立 然后你就在后面那个 那我就是一个 你就你玩嘛 你就在那边跳嘛 你只要跳过红线我就往死打 所以你要看他 大陆你一定要看他 所有文字写的东西 就像我刚才中版一谈判 那上面几个字 你要考虑他的奥妙在这个地方 如果今天封信姐跟老大讲的话的逻辑都是完全 我是非常诞异的 是成立的话 那我先恭喜下委员了 蔡英文应该就直接当家继续执胜了 不过我补充一点 因为他接下来动作不会收敛了 动作都一样了 永康我一定要补充一点就是 我不认为有时间表 就是我们刚刚那一段话 是他的态度 可是并不等于有时间表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2004年陈水扁当选那一次 我认为对他们的很多的沙盘推演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那么所以那一次当然他们觉得 他们的研判完全错误 那错误了之后他们要怎么去弥补 你后来发现说他们就出现了反分裂法 那个反分裂法就是画了一个底线 说要动武的那个底线到底是什么 可是你说他想不想动武 他并不想要动武 因为我觉得两岸的朋友都知道说 只要两岸打仗打起来 台湾固然全毁 可是中国大陆也要倒退一二十年 小专壮大人 这个你无论如何对于中美的争霸来讲 得力的就是美国 我不觉得北京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盘算 这也就是为什么2005年4月 联赞反反北京这件事情 胡锦涛是高度的肯定联赞 而且是非常感谢联赞的 因为联赞送了一份大礼 让胡锦涛可以不用采取更强硬的 更鹰派的作为 可以徐途未来 所以我不觉得有时间表 他只是表现出了一个姿态是 你谁当选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可是你说谁当选对他的后续的决策 有没有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的 好 那就是修正 实际上讲不一定会存在 但心中有定见是正确的 线是非常清楚 对 那委员那基本上两位他说法 都是我刚刚提到的嘛 前提是没有错的话 那他的动作对于北京来讲 他不需要有什么顾忌跟收敛 因为蓝绿都一样 我觉得 那没有收敛的话 其实对于绿营现在执政党来讲 不是啊 你们这个是拉到战略思考了啦 大国对小国当然他有战略底线 他当然有他的固定模式嘛 比如说 美国对台湾他当然希望蔡英文当选嘛 那不希望韩国瑜当选 可是这个是战术面 那你韩国瑜当选 我美国照样可以处理你台湾啊 这个叫战略面嘛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本来跟台湾觉得说 我们好像有点特别的关系啦 那现在就是说我把话也亮明了啦 我就是大国你是小国啦 那我有我的战略框架啦 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他不care小英或韩国瑜当选 怎么可能呢 那国防白皮书民进党当局都写进去了 所以他战术面当然还是希望国民党当选嘛 可是就是说 可是看起来好像国民党当选机会不是太大 那我这个战略框架要出来了啦 是这个意思 这合理啦 那我们再提一个人 柯文哲不得不提嘛 他要选 其实从去年这天下都知道啦 但主党要可能会跟郭台铭合作 是最近比较新的发展 那一个是两岸一家亲 一个是两岸都能够穿梭的成功的商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 老大你对于在对岸那么多朋友 你觉得北京怎么观察这个 蓝绿之外的一个选择 他当然希望是国民党赢嘛 这很正常 但是他并不在乎你蔡英文当选 对他也没什么压力 他不在乎 但是他喜欢的话 他当然第二 第二个 他当然不希望蔡英文赢 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最好是国民党 要不然来第三的也好嘛 对不对 他一定是这样看法 还有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在屏东碰一个很绿的 一个人跟我讲 他说他知识刻批 我问他是为什么知识刻批 他讲的我觉得非常传神 他说让阿拉的欢喜 我们才可以做生意 阿拉的生意是台湾市 国民党是趁热让人欢喜 咳嗽不 那不是说让人欢喜 所以咳嗽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考虑到就是说 真正台湾很多民众 他是希望两岸不要冲突 但是他也不希望说 生意爱着尊严也爱过 大家尊严还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到最后 但是柯P呢他想选 他怕落选 所以他不一定会选 所以柯P这个主党 我给他写个打油诗 柯P终于主了党 男女都会受影响 近与郭董结搭档 他退可下居好出场 因为他退的话 依他的身世 讲句实话他能够拿到20%的票 不得了的 那这个呢就有 只要5%就有门票嘛 下一居就是他嘛 所以人家外面说 他可以借由这些先陪 所以人家讲说他跟郭董讲 郭董当一居下一居给他当 那没有这种 当年李登辉也是说当一居啊 对不对 但是呢我有门票我就不在乎谁嘛 所以他先从这个 然后市长也在 政治资源还在 然后也可以练兵 对不对 练兵所以他是看 如果跟靖可以胜 比如说韩国瑜出事了 或者什么楼子被捅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可以找嘛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也不帮谁不帮他搞自己的立委嘛 立委的票 不要讲到20% 15%都可以呼风唤雨 老大跟王院长熟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看不太懂啊 他现在话还是讲的那么 完全没有回旋的空间 他讲的都是真的 但是什么原因我不能说 他讲都是真的 那明年的选单上面 蓝营的还要再选吗 不是他是这样的 因为中间会有什么变化不知道 如果他现在就上一届 因为红旧族一换 整个立委台湾的立委 国民党立委不应该输那么惨的 所以这次万一有点出事 立委崩老鸡趴下来 这个小鸡完蛋的时候 他不能在那个 所以他现在各地跑要稳住基本面 所以把国民党立委 可是看他从不得罪谁 他整个整个基本在维持 所以他一直在做最大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是觉得说王院长会有他的智慧 现在大陆都在想啊 香港事情都在想啊 当初太阳花 王院长是对的啊 王院长只乱于未发啊 没有让这个事情爆啊 如果那个时候真的强势阻止后面怎么下场 还是相对于现在的香港的政策发展 对对香港的那个时候王院长 那个王院长他让你这个学生政策 他不给你拘嘛 没有啦 全部的发发在国会里面 你不在里面嘛 你第一天 第一个礼拜你很神气嘛 第二个礼拜你被关注了 你要搞清楚啊 好 所以慢慢谈解散了 我们来就回来看香港的这个 反送中的抗议世卫游行 这回街头上的主角 换成的是香港的公务人员 香港的公仆 上街头算是 就我印象所见 应该是第一次了 那基本上他们还要酝酿 在8月5号有一个香港全面的大罢工 我们大家回来继续来讨论 香港的反送中游行示威 现在到目前的局势 有人说可以把那送字拿掉 变成搞像各个阶层的一个 反中的示威活动 这回上街头的是香港的公务人员 算是头一刀他们上的街头 人数多少 我不再讲了 我每次讲人数都被骂 因为有个官方人数 警方公布的跟主办单位公布的 数字都有落差 讲任何一个 大家都说我有立场 好 我就说场面蛮壮观的 OK 好 来看这个反送中 所有的公署有个联合声明说 作为香港公务人员 我们是奉公守法 但我们也谨记作为一个公民 应该尽的责任 要跟香港市民站在一块 下面连署加入的公署 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 所有的香港公家单位 几乎除了警察之外 连海关都加入 现在要遇难一个8月5号 全港大罢工 委员如果说所有的公署 都加入大罢工的话 这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在香港 你觉得有可能串联成功吗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单位居民 也许是那个单位里面的人 就好比那个 上次那个车长也有一些 号召罢工嘛 结果司机公会说他们并没有参与 所以应该是单位里面的个别人 所以我认为还是会有一定的人出来 就好比那天元朗司机罢工 就造成相当程度的塞车嘛 可是 并不是所有的香港地铁都不开啦 不是啦 所以这个也有点类似啦 我觉得现在倒不是说 你要怎么抗议啦 而是你要怎么收场啦 对 比如说 罢工难道你要持续几天吗 你如果只有一天 那效果会出来吗 然后如果罢工强度一天两天还是不够 那接下来呢 因为政治都是这样子嘛 比如说 你去讲说印度的不合作运动 那搞多久啊 而且也不是只有不合作运动 事实上 也包括很多其他的政治运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而且香港也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啦 我说实话 而且比如说这个公务员的诉求其实 还跟那个民主派不太一样 他们还算是说是不是可以 秉公啦 那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真相啊 然后对于那个警察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保持中立啊等等 大概是这种诉求 要怎么样收尾 双方都在看 包括北京方面是一样 因为如果继续时间在拖长的话 慢慢接近 大陆的10月份 其实我补充一下 我昨天也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8月2号 那香港有一个民主党 民族主义的党 Nation 那被抓 有被抓8个人 嗯 那现场就找到一些很原始的武器啦 抗议的工具 抗议的工具 什么铁条啦之类的 所以我认为啦 我认为香港的警察也在对 比如说街头上有一些过激行为的啦 还有港独啦 在开始进行镇压 好 我们就看一下香港目前不同 不同声音的一些说法 好 当中包括了前特首董建华 他讲说有理由相信 就是这个风暴是有一些幕后的推手 这是董建华自己在公开场合里面讲过的 他讲说 或者是外部的势力 迹象指向台湾 美国 老大这有任何的证据吗 首先我们讲就是说 我上次曾经讲过 本来他们是这个小胶子理论 就香港是小胶子 后来要五子联合 有把台湾藏独 疆独之去 你必须承认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那边有西藏人 然后那边有香港人过来 而且他们有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受训练的上课是在台湾 所以这个是有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说学生不是暴徒 但暴徒一定伪装成学生 就任何群众绝对有的道理 你看你看太阳花几个有名的人 那不是去摸人家奶子 就是让自己奶子给别人摸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几个有名的不都这样吗 一个那个女的不是 对不对 不是还有诈欺的 那几个出头脚 但是有这种人你必须承认 有些人是借这个机会是在导弹 那香港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香港 他那天在机场 静坐的时候任何人一出来 吓一跳 那个机场说我正好 就出来可是你会发现 非常和平那是真正的学生 可是你街头角落呢 抓到警察落单打的那些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形啊 绝对就是说不是说 你不要怪200万的学生 一两百万的学生 但是你必须注意 中间绝对有三五百个 是整个是要破坏 你不管是不是CIA的 是不是什么单位的 什么动机的 这个绝对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公教人员 我还赞成他们不是个人 而是整体 因为我觉得必须有一股 比较公正的 因为他们比较冷静 比较那个进来 进来以后 那至于说那个元朗 那个白衣人 你是不是政府派的不知道 最起码就是对公务员来讲 学生动动 这是这是偶发的 但是你不要弄到以后 黑道 黑道治港 黑道治港的问题 后面会会 法际荡然无存 没有法治的国家 亡了也罢 这是日本人讲过这句话 所以法治还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现在 维持一个法治 那对大陆来讲 我想想想给大家说 百万港民走上街 情势越来越激烈 问题总得要解决 不能只怪CIA 对不对 你老是怪这个CIA 怪什么 你没有 现在不要考虑问题 怎么解决最重要 那么解决的话 我就觉得说 最起码 我就呼应这些公务员的那个 一个组织的一个公正 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先把那个两边的那个暴力 反之暴力一概法办 这亚洲周刊有提出几个 我做了一个引述 他讲的是蛮有道理 大家听听看 当中讲到说 从国际媒体的标准来看 让人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每次的示威 会出现一些 英国的旗帜 英国的旗帜 美国的旗帜 外媒记者在现场看都觉得怪 他们很难想像 如果在巴黎 防备性运动当中 有人挥舞的是 中国的五星旗 而法国的警察 跟治安当局不去调查 那这叫不可思议 如果美国的街头 反对Trump的时候 出现了五星旗 那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也一定会去现场抓人 会去调查一下 但这个亚洲周刊 特别点出来就是 或许刚才老大提到的当中 2万多个学生 可能可以肯定 但是当中一定会有些人 是利用这样的运动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 这些不同旗帜的 这些灰旗的 香港的警方 没有给社会大众 比较一个明确的交代 当中还提到一点说 这样的喧嚣的局势 会持续下去 成为一个持久战 但是最后关键力量 还是在于香港 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会不会起来做说话 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也提到的 就是要去了解一下 会不会是这一次运动 在背后不同的势力 美国会把它当成是 香港是贸易团队 当中一个棋子 跟你们看 我觉得现在 双方都必须要建立一个 明确的目标 然后设立一个关键结果 我觉得对于香港政府而言 它要的就是 你绝对不可以走向 反中以及港区